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就说 刚才建英说高速公路 我也略有感慨 比如说俄罗斯多伟大的一个国家 我们对俄罗斯的艺术 就包括苏联当年所做的很多社会的实验 我觉得对人类来说都是宝贵的经验 当然它也发生过愚蠢 发生过残酷 发生过给人类带来的这些负面的东西 但是它也有非常伟大的历程 可是我要说一个事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了没有 到现在为止俄罗斯没有高速公路 没有 No highway 真的吗 没有 还是 没有 我看俄国小说里那种从彼得宝道是坐着什么 马车过来吗 是不是最近开始修了没有 我不知道 反正我2004年去的时候 它这个交通一下雪太困难了 我就跟俄国朋友 俄国朋友因为也比较熟悉的人 我就说 我说你们起码从国际机场到莫斯科市郊 到我住的旅馆 我说修条高速公路怎么样 我说你要没事修我 我给你拉点资本 到那改天换地下 不行我投资 你猜他说什么 你不要修 他说因为很简单 你看世界上一切的高速公路都是收费的 可是在俄罗斯 你要想收费是做不到的 老百姓都认定了公路 这是政府的事 修完了以后我就用 他说为什么俄罗斯这么大的变化 他社会是稳定的 就因为他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变 比如说这个走路是不会收费的 一开始我到美国 我对这个走路收费 我也觉得是 怎么叫走路收费 你说是开车 我说开车 开车就是行路 行路收费 我觉得这个 我可抓着一个资本主义付酒的了 是吧 我又不至于被资本主义给蒙过去 是吧 你看哪有这个 开着车走了 从这收一回钱到那收回钱 哪怕弄打钢笔也得往里扔一下 行走权都交钱了吗 那他简单的普及一下不行吗 需要有人修路啊 需要什么 但他不不接受 因为他这个俄罗斯他是走的另外的一种道路 他的改革有些地方他很激烈 比如说90年代 他很激烈 但是他的具体的生活方式好多他都没有改变 这个我就只举这个高速公路一个例子 还有就是印度 印度呢 他是接受英国式的很多对民主政治的观念的 但是印度 他只有一段很短的几公里的一个高速公路 他也没高速公路 什么原因 这个我不知道 我也不是说从这件事情就说人家改革搞得不好 不是这个意思 各国有各国的国情 张老师不也是印度专题吗 不 我就是因为近年给一个印度中国研究所工作 他就接受我去了两趟印度 我就发现这个民主制度是一个好东西 我们现在大家都承认它是一个普世价值 中国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但是同样的一个民主制度在不同的文化传统里 他发生变形 同样的民主制度在印度就发生了很有趣的变形 比如说民主是要程序要讨论 你修一条路盖一批房子 你不能说一下令就盖了 就得要所有牵涉开发商业主政府等等 验证 经常我发现就是说他一讨论讨论了十年 然后在那扯皮最后路也没修房子也没盖 然后贫民窟照样至少这是其中的我觉得是原因之一 为什么印度就没有多少高速公路 但是这里边的优劣 你说我们这经常在谈发展非常快速 可是我们有搬迁的问题 我们有的时候又觉得我们的老房子消失的太快了 但是呢 可是不是在这种文化传统里 这两种模式孰优孰略 还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 你要从建设的效率上来说 那当然就很难讲 因为中国和印度在改革开放初期 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 这两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大致上差不多 现在中国是它的两倍多 但是各国有各国的情况 印度原来的驻华大使的中文非常好 现在是印度外交部的国务秘书 梅农先生 这个梅农先生 他看了我的自传 还给我写的那么长的信 他说他一定要把这三本都看完 他特别感兴趣 他提出一个观点 他说他最烦西方 把中国印度老在那比较 他说你叙述这两国家的情况是行 但是不要以为我们在比赛 我们不是在比赛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和中国比赛 中国搞自己的建设 也未必想的是为了和印度比赛 都是把自传日子过好了 把自传日子过好了 反正我就说 我就只是说到高速公路这一点 但是中国这么发展的非常快 它实际上你要想一想 它有一个过程 你电话里的不是跟我说这个 我引用周扬的话 说这个发展阶段是不能超越的 现在有时候我想起一些改革开放初期的事 历历在目 保定咱们有一个作家 我不知道你还有印象没有 叫韩应山 他是诗书孙黎的 非常喜欢孙黎的 我记得我去保定的时候 那还1983年了 这个韩应山就给我讲他的故事 说他儿子弄了一副比较框大的墨镜 蒙公镜 把他给气的呀 他就拿了一个锤子去砸 砸了半天 他可能是化学的吧 塑料的吧 还咋不碎 他的意思就是 只要我活一天 你就甭想戴这眼镜 为什么呢 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 就那时候蛤蟆镜 太阳镜 上面还戴一张标的 你光一个蛤蟆镜的问题 连香港都跟着讨论 说是中国大陆太土了 戴张标 戴张标 录音机 手里的拽着一个录音机走南 卡带的一个录音机到时候转秀 他说那个卡式录音机啊 我也有回忆啊 小的时候最向往的就是这个 什么标准的打扮披肩发 花衬衫 还是紧身的 然后呢喇叭裤 喇叭裤呢 上面绷得紧紧的 下面就一尺宽 然后这个男人男孩子 穿的带高跟的那个高跟鞋 提着一个这样的 但是当时在我们那儿呢 就是父母会告诉你这是小流氓 可是我们心里呢 都特希望像那样 羡慕 对 但是你们现在想起来 真是 其实没多少年 没有 没多少年 我这次我觉得奥运就看 我就说在那个奥林匹 公园附近看那些青年男女们 都穿的很时尚啊 而且我觉得就跟五年十年前 北京街头的时装 都已经不太一样 那时候你还看着 大家好像很用劲的在赶石磨 还有的时候还穿的不太对 比如说会穿个裙子 还露出来那个半截的丝袜呀 什么的 还有男的穿高跟 这都是十年以前的事啊 或者对 马上现在都没有了 都是很很随便的 就穿的很不错 所以你看有些人着急吧 照王老师说话就是 刚吃饱饭才几年呢 发生这么大变化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们也有王老师书里的照片嘛 代表中国推广形象 跟外国友人在一起 咱们可以看一下 我是觉得他到哪个国家呀 都跟这个就是跟人瞎聊 也不是瞎聊了 你看这是在哪啊 在德国 在德国 对吧 您的这个就是这个性格呀 这种乐天呢 是 好像到哪不都跟人谈吗 对 那单人谈就刚才像我们讲 您讲 我就是我尽量理解人家 嗯 你不是 这个 我 我很少跟人觉得陌生 你不是非洲 我觉得黑人真是可爱 黑人太漂亮了 那皮肤多棒啊 那体型多棒 让我到 我到泰国 我觉得泰国 你看可爱到什么程度了 这个国家呀 这个 怎么看 他信佛呀 对 信佛呀 他真诚啊 不说说那个 中国那个那个 那个深圳枪毙一个大贪污犯嘛 嗯 他跑到泰国去了 这个咱们抓着他了 但是根据泰国的法律 晚间大概11点以后 他第二天天亮以前不能抓人 这人要睡觉 真有爱心 一人为本 我我我亲眼看 因为有一次是那个王猛去那 意大利开会 那周围全是美国人 什么欧洲人 呃 然后大家在讨论 我觉得有些问题 也不见得 都是样样 都是您觉得特别相关的 或者有趣的 但是他永远是那么一种态度 我觉得就让大家都觉得很舒服 是 但是他还要用英语发言 我觉得这点也很有意思 就是我认识的中国作家里面 在您这个年龄的好像还真的是 我没见过任何一个对外语有这样的热情 而且我真的见到过不止一次 就王猛在国外的这种会议上用英语发言 而且效果还不错 呃 我的英语不怎么样 说是现在也不过关 到现在 这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之一 嗯 但是我想你要不 你要不往前就是努力点 你不是更不行了吗 你没法和人家有很好的交流啊 对 有时候你起码忽然用英语开个玩笑 人家哈哈大笑 立刻就觉得跟你 就拉近了那个人和人 就像咱们在这儿 你见着一个外国人 他在这儿 就是一句中文不会说 可是他要是突然说了 就说的发言不对 你也不会笑 你觉得很亲切 嗯对对对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 你跟他们聊开了之后 这就说到他们对于中国的很多看法 很多你像咱们刚才不是说到俄罗斯吗 又说到中国 又说到美国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人的一个说法 西方人 他就说过去的前苏联呢 他在他们眼里看来叫铁幕 这铁幕国家 他们看中国呢 就包括改革开放之后一段时间中国 他们说中国是个竹幕国家 竹林 就想起那武侠小说里 竹林就竹幕 就是他也不是说不让你看 但是呢 你好像看得隐隐绰绰 就是 现在应该说 这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我觉得这个这个主母基本上也不存在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网络 网络的发展 使你很难 你就从技术上来说 我不认为封闭是可能的 那么你跟他谈 你比如说你能举例子 你在美国碰到过什么 他们对中国不理解的 是 你需要你跟他们解释的 我就说过 刚才我说了 说他说这个中国的每一本书 都要经过政府审查 我说中国呀 他有一些他有审查的 他也不叫审查 他有送审的这个制度 比如说你牵扯到什么民族 牵扯到高级领导 牵扯到宗教 什么牵扯就类似这些敏感的问题吧 这个是有 但是每一本书都由政府审查呀 我说这个做不到 我说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一年出的新书 二十多万种 如果您要是 每一本书都政府审查的话呢 那么我们的国务院 外交部 公安部 财政部 全部所有的工作人员 从早到晚都在那读书 我说这样的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改名为什么呢 这个 reading club 中华人民共和国 读书俱乐部 我说这个就连那个最世界上最有幻想力的 是吧 关于也达不到这样的乌托邦 但是他们现在也就是说我觉得对中国的认识也在进步 也不像以前那么简单的 比如他也知道我们除了有新闻检查员以后还有自审呢 还有还有不同的圈子的刊物的不同的讨论 就像您刚才这说如果我是外国人 那我就会觉得会不会一本书出来 每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个人 他脑子里其实都渗透了政府的意识形态呢 他写书的人也知道某些东西不要写了 那一个编辑可能某些东西不要出 这个具体的出书的事情呢 我说是这样子啊 如果说你有没有继续开放的空间 我相信肯定有的 不能说现在已经开放够了 再别开放了 或者也有一种看法 我参加过多少次这种讨论 听一位劳作家说 说现在口子开的太大了 他为什么叫口子我也不明白 就跟那个原来我们都在麻袋里边 不是 他是浇水 他是用浇水 就说这个水哗啦哗啦流了 口子开的太大了 也有这种观点 我也不认为口子开的太大了 但是你说 在大部分比较正常的情况下 他并不感觉到这个 说现在出书是一个多么大的困难 大部分情况下 拿我来说 我也有些与众不同的看法啊 我也有 我在写的书里头 包括这三本书里头 也有棱角啊 也有刺啊 但是呢 我都可以说 我都有机会讲 有的时候这个书里头不方便说的 也可以在网上讲 网上不不方便说的 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渠道 嗯 这个网络的作用啊 也还是很大 好像有那么一句话 就是说 就是在有网 有互联网的这个国家 你要真的就封锁是很难的 是很难的 那个 美国那个他他叫什么呀 瑞孝简 他有一任的大使 有一次他请我还有张杰夫妇 还有我们一块吃午饭 后来就说起这个 我们就说是我们都用电脑 都用这个网络 他说美国有一种观点 就是一个允许老百姓 只有电脑和上网的国家 这个国家不能算集权国家 啊 对 我也用这句话 他叫ROY 这个这个 这个 他叫ROY 所以叫瑞孝简 他有这么一个话 瑞孝简还有一个话 那个说的就更更高 什么 他说不管你对中国有多少看法 中国进入了他的近代史以来 他说甚至于是更古以来的 更长的历史当中 发展的最好的阶段 最好的时期 嗯 这个真的是有有有 现在这种看法的越来越多了 嗯 因为其实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有一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西方的媒体啊 很多人对中国是比较悲观的 嗯 他觉得哦 这个阶段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坏 没想到经济也起飞了 而且个人的空间 政治的文明也在朝一个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这种观点 我觉得人数在越来越多 就是像您说的瑞大石这种 嗯 然后对中国怎么定性好像也在改变 包括我前就是这奥运期间我还看到一些大的媒体 比如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有一个叫尼克克里斯多夫 他叫祭司道吧 他也写 他就是说啊 你看中国现在他在奥运期间有一些特别的 比如三个公园开放 可以大家去自由请愿 他就报名说我也请愿 我要求保护北京的文化遗产 就是明成 但是呢这个结果他就被接待了 接待以后但是手续实在太繁杂了 嗯最后他就放弃了嗯 不过他得出的一个结论呢 他就是说你看呃 硬件首先不说已经很漂亮了 接待的人员态度也很友好 虽然这个事情最后没做成 而且也确实好像没看见有被允许请愿和发生 但是他觉得这个社会总的来说是进步了 所以不能叫他就是极权国家 因为个人自由的空间和这个文明的程度是在增加的 哎他就变成这么一种态度了 不是你要你要你要如果要是批评中国呀 太容易了嗯 用不着他们万里而来批评 我们从早到晚都可以批评 嗯 我们在段子上有各种的风词 没错 那个短信段子 没错 我还听过几个几个文文就现任的文艺界的领导在那议论 这个说的还挺损 那说下来 说这个中国自古以来 是吧 古词汉复 唐诗颂词 明清 圆曲 明清小说 说以后要记咱们这一段 那咱们的主要的文学形式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也是一位领导说 那咱们就是一个是小品 一个是段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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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 这是讽刺的 这是实际是 实际是 是一个讽刺 嗯 但是呃 他换一换一句话说来说呢 你回想一下中国它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对 从我个人来说 我生下来三年 日本侵略军就打进来了 然后我整个小学阶段是在日军的控制下 哎 没事突然我们小学几年级啊 让我们被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 这个口号 叫治安强化运动 哎 这个 然后就 然后呢 是内战 这个四五年日本投降了 然后是内战 这个解放 1949年以后有几年 特别高兴 然后运动 运动 运动 所以你说你什么时候过过一个连续 对 二三十年的相对比较平稳的 而且是向上的日子 你什么时候做 哦 可是这个问题呢 我就要请教你们一个问题 因为不管怎么说呗 你们二位比我年轻一点 嗯 因为最近呢 我和一个这个这个八十年代后的作家呀 有一个交谈 他就让我谈对八十年代后作家的看法 我说我这看法啊 我这话有点可能有点得罪人 有点刺激人 我说他们写的都非常好 你们的文字 你们的语言 你们的观念都给我很多启发 我向你们学到很多东西 但第一 没有昨天 嗯 第二 竭力使自己不像中国人 让你看着他像在瑞士 也不像美国的 绝不绝不是反共国家的 也不是 他像在瑞士 像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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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森堡 或者这些80后出生的作家写的作品 所以就有没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昨天 后来网上就有人呢 就骂了 说人家没昨天 没昨天发什么的 说你老家伙你都没明天呢 你明天 明天你就嗝屁着凉了 这个 这个 这当然也对了 对不对 是不是 这个 这个 有一位年轻的记者